有没有这个Sekko的GMT的表 有 拿出来看一下可以吗 来 这一支 这一支叫什么名啊 我们考一下小马 Sekko的Presage GMT 什么啊 讲的一次 Sekko的 我不会 Sekko的什么 Sekko的Presage GMT 哇 OK OK啦 演艺 放过小马这一次 小马 你喜欢这一支表 我戳起来 想不想要 可以 屌你啊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eaks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小刚就带着自己的这个 进攻这个绿水轨 Sekko 5Sport的这个绿水轨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一款 全新进攻在这个今年2021年 Sekko发布的这个Presage GMT 这个两地事件这个款式 那小刚敢讲 三个字来形容这一款表 性价比 为什么我一直这样讲呢 好几个月前 在刚在网上发布 进攻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看到他一些 这个新闻啊 图片啊 甚至去了解之后啊 它是个规格啦 它的这些颜值啦 整个这个机芯啦 4Hz的机芯这一些啦 而且是机械的这个机芯啦 等等这些啊 就觉得 哇 这一支表应该是不用买了 肯定是很贵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它整个颜值 真的是非常像它那个 你第一眼看的去哦 那小刚放个影片 那个 Grand Seiko 它的这个大哥啦 这个 GX 灌篮师这个等级 它这个 GMT 也是一样这个 GMT的这个表款哦 这个 GMT Grand Seiko 大家也知道了 它卖马币是定价在这个26000多 26000多这个价位哦 那这一支呢 到底会什么价位呢 会知道今天小刚上手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一到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可以拿到手来拍哦 非常的开心 是因为哦 折扣了之后 价格也在马币5000以下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哦 那你看它颜值跟这个 Grand Seiko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哦 那再就是它5000以下哦 这个就好像这种美度啦 这个瑞士路门等级这种 Middle的这个Ocean Star这个 GMT啦 所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这个同价位的这个 呃比起它这种竞争对手来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一支哦 非常非常多小伙伴哦 都非常的想看哦 那现在我们废话不多的时候 一起去盘一下这一支表哦 好在影片开始先哦 先感谢一下啊 吉隆坡这个Mid Valley哦 这个Grand Seiko 这个旗舰专柜啊 这个Boutique这边哦 介绍刚拍摄这一支手表哦 尤其是呃 这一支表其实是有四个颜色的 这个蓝色绿色 黑色跟这个Rubbeer啦 这个综合色 也是这个综合色啦 在网上看啊 它也是有著名是这个 Exclusive Boutique Edition哦 就是呃 特别在这个呃 你在这个旗舰店的这种专柜 才会看到的 那这一支表其实是 当时候是有的 所以很快就被人家买了 就是买了回去哦 就是卖了出去这样子 所以这一支表非常的遗憾 今天小刚没有办法上手拍给大家看 只能用之前小刚拍过的一些照片啊 来展示给大家看哦 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再做一集新另外一集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小刚 个人非常喜欢那个 好像劳力士那种Rubbeer 那种综合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还是一样非常漂亮 绿色跟这个蓝色哦 真的是非常多的特点 那呃有兴趣的朋友们真的是 欢迎去联系一下这一间店哦 那折扣也非常的好哦 这个呃小刚也是大小刚的名字哦 就有非常好的这个折扣哦 那先讲一下他这个基本的这个规格哦 13.7mm的这个厚度而已哦 而且这个表格是42mm左右啊 官网是写42.2mm啊 那日本人也是比较讲究的嘛 那0.01哦 他也是要算下去的 所以那表尔到表尔也有 这只有在49.2mm左右啦 所以你看49 49mm左右的这个表尔到表尔 你看戴在小马的这个手上哦 哇女生也是非常容易可以驾驭哦 那戴小刚的手上更加不用讲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哦 那配上这个GS 这个GS44的这一种这个造型了 哇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特点哦 那尤其是这个42mm的这个表格啦 做的也是呃不大不小刚刚好 以一个运动风的这种很热血 这种sport watch啦 我们叫很sport的这一种呃手表的话 我觉得42mm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不大不小刚刚好 那今天我讲一下 你看这一支表 它不只是那个颗的这个造型哦 很有那一种GS44啦 那种Grand Seco 44的那一种 那种颗的造型啊 这一种GS Grand Seco 44的这个表的 表的表颗的这个造型哦 这种切割的这个表颗啊 也是我跟你讲哦 在这个收藏家的当中啊 哇也是非常非常火 非常多人哦 可以说是最多人最多人 喜欢的这一种颗的造型啊 就是最性感的这种这一种颗啊 那你看到这个颗的这个角度切割哦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个性呢 再加上它这一支表哦 还是一样有用非常多层次的打磨 你看到上那个表额的部分哦 从上面看下去 正前方的话是完全用这种拉丝 霧面处理的这种打磨 那旁边侧边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它是用这种 呃镜面抛光的这一种打磨哦 它就做的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龙头的部分你看到也是一样有一个 刻着一个非常深的这一种 刻着非常有质感 非常呃呃摸下去就非常有质感 这一种一个很大的这个SECO S的这个logo在这边哦 那表这个整个设计的部分 你会看到啊这个面盘哦 呃这边要讲一下 那Grand Seco的朋友就不用担心 因为这一支表虽然像而已 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分别的哦 你会看到第一眼 那个龙头哦 其实它是在三点中方向哦 它不像Grand Seco在四点中方向 那再来就是你看哦 它这个面盘的这个设计啊 非常有自己的这个这个特点哦 你会看到它是用的这一种 也是一样日本人非常用 非常喜欢用他们这一种 呃你去官网看他有讲哦 这个是用了他这个 非常有千年历史的 非常有这种文化的这个 日本文化的这一种 呃这一种工艺啦 来展现出它这个设计 这个面盘哦 这一种呃櫻花的这种雕刻啦 是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尤其你看哦 小刚在这个光线下哦 它是有一点又带暗 又带亮的这一种哦 而且它这个这种闪亮的这个 反反射的这个角度 是非常非常特别 真的是推荐大家去去真正的去 把玩一下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你会看到再来哦 细节上的部分哦 它每一个都有讲究哦 那一个表圈哦 这个陶瓷的这个表圈哦 这个光泽度啦 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那呃 每一个表圈呢 它都是呃 根据这个表的这个颜色呢 来做配色的哦 那主要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它这个表圈啊都是用 只有这个呃 绿色这一款哦 它这个表圈的部分 就是用了这个呃 这个24小时GMT这个表圈哦 用了这一种带深 比较黑的 就不是全绿色的哦 那这个表圈下方呢 就是这个面盘 这个外圈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哦 它也是有两个颜色哦 你其实你会看到哦 就用了这个呃 三点到六点是一个浅的颜色 那这个这个九点到这个三点这一边呢 就是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的颜色呢 是分区分开来的哦 那再来看 你看到这一种贵飞针 这个Dolphin Hens啊 这一种它这个反射 你看到在光线下 这一种这个Sekco 虽然它不是Grand Seco 但是它这个质感啊 那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再多了一个GMT这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功能哦 那在这个表带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哇 真的也是一样哦 一贯这个Grand Seco Sekco这个旗下哦 非常呃 都是用在这种非常高级这个Grand Seco 才会用到的这个 这一支钢带啦 这个造型哦 那它中间这一格的这个两边 两这个左右这一侧哦 它是做的这个抛光的这个部分哦 非常的讲究 也非常的漂亮 整支表带手上啊 就非常的刚性啊 哇非常的硬汉那种感觉啊 那这个表扣的部分呢 这个质感哦 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 啊非常的好哦 这个这个它的这个这个质感啊 来讲的话 那你会看到整体来讲哦 机型的部分呢 它是用了一个 29师哦 6R系列的这个 6R64 29师的这个机型哦 那当然它也是有这个GMT的功能 这一种秒听的功能啊 什么那些呢 就不用再多说了 它还有一个这个动力储存显示哦 在9点钟方向哦 主要其实这一支表小刚 个人非常喜欢是哦 啊 你看哦 它做了透背 而且它这个摆托这个上链的这个 这个转盘这个摆托哦 也是有用这个金色的这个刻字哦 而且整个机型哦 小刚啊 认真拿这种入门的这种机型啊 4R啦 这种机型来做对比之后 这个6R这个 6R64用在这个Presage GMT这个机型哦 它的这个质量啊 这个手工这种打磨啦 做的其实是呃 比较好的哦 你会发现到 那再来就是最喜欢就是 它是用4Hz 28800频震率哦 就是这个高频这一种 现代应该要有的这种高频的这个机型哦 哇 这个真的是一大的特色 一大特点哦 那这个蓝宝石的镜面啊 防旋处理啦 这个anti-reflective的这个coating啊 全部锈钢这一些啦 防水100米啦 都是这一支表的特点 那这个表的重量也是高达180克左右 那小刚真的确实有去量一下这一支表哦 那这一支表 那这一支表 喜不喜欢呢 喜欢的话 告诉小刚 留言在下方哦 你喜欢哪一款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